我是曾祈偉,今年18歲 外婆以前很喜歡帥哥 外公以前很帥 所以他們兩個就陷入情況了 這張照片是外公外婆結婚的時候 雖然他們兩個人相差14歲 不過看上去依然很登對 這張照片是外公外婆和我 媽媽、阿姨、舅舅的全家福照片 外婆很愛漂亮 所以這個衣服、首飾 可能他都有精心挑選 然後看到我媽媽和阿姨、舅舅的衣服 應該也是他特別挑選的 外公外婆喜歡體驗不同的事物 看不同的風景 挑戰不一樣的活動 這張照片是他們去加拿大滑雪 我跟妹妹感情還不錯 這張照片是我們在北海道的時候 吃冰、喝牛奶 還看到妹妹吃的滿臉都是 這張照片是剛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棚 宝贝 回来啦 大家說我的名字很美麗 我本來我就是魚 叫魚美嬌 我們平常小孩子 都是我帶一手帶的 跟我們是很親很親 時常他真的有放假 他就會回來看我們 表情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來形容 抱我們抱緊緊的 都會好像會掉掉眼淚這樣子 親情很重這樣子 我的名字是曾祈軒 今年國中剛畢業15歲 今天才剛做完高中生的那個新生報到 我高中了長大了 寶貴大了 高中了 我的小小姐大小姐 我的名字叫郭聰山 我是河南羅洋人 我今年已經83歲了 他休息十八年了 他休息一會兒沒什麼事情了 就帶孫子 今天不要做飯了 出去吃了 真的喔 真的放我假 好啊 很高興喔 我今天放假了 謝謝 好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要帶去了 好 放在那裡 這樣啊 插著 好 好 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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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潭加病是我的大女兒 她拿回來那個死診 死驗以後都發現了 發現那時候當然剛發現潭加病很緊張 那時候我很緊張 紧张又要怎么做 做什么事情 什么都不会 从就一点一点要去摸索 要问东问西 问人家怎么样 问太多也不好 说我什么都不懂 也很不好意思 可是不问我们总是不知道 医生就讲 刚开始没关系 你慢慢的要知道控制 到以后就是我太太了 他是很细心的 他本来是做产不怎么样的 以后他这个就学习 也问人家了 学习 好 谢谢 你来点 我点 好啊 好啊 柠檬油 对啊 柠檬油啊 可以啊 柠檬油 这个好了 辣子 你敢吃了吗 辣 你敢吃了吗 好 如果我们到外面吃饭的话 外婆都会注意 就会先问waiter说 这一道哪几道料理有放糖 哪几道料理是用太白粉 然后 就是尽量避开外公不能吃的东西 然后如果真的没办法 就是几乎每一道都有 那就是点上来之后尽量少吃一些 然后让他多吃一些那些没有加糖 太白粉之类东西的料理 谢谢 那餐点的部分 辣度正常 辣可以吗 我们正常一般是想辣 可以吃辣可以接受 一般小辣这样子 可以 可以 好 那就稍后就帮你上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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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人都配合我 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 这样子我也是听医生的话 吃鱼我刚才时间吃药 我自己也运动 现在它控制得很好 先吃吃 我先吃一个 很甜 这是高汤 高汤就比较甜 可以 谢谢 好 最快肉我想吃给你吃 我先生糖尿病三十几年 我把它血糖控制得很好 他今年已经84岁了 他身体还很健 什么毛病都没有 他很勇心就是 这个太太不错 这倒是弄辣的还好 没有 没有那些 汤头是最甜的 在外面太甜的还是不要吃太多 然后太白粉 就是有勾芡的东西 也是一样尽量少吃 然后还要注意有没有胃精 因为我们家有一些 其实对胃精有一些过敏 所以吃出胃精 其实还挺容易 因为一吃下去 就会立刻分辨出来 因为就会有症状发生 到家了 好久没有看到你 好久没有看到你 长好快哦 对啊 对啊 这宝贝真是的 好快哦 拿饼干给妹妹 你要拿饼干哦 不要吃太多哦 好快哦 好快哦 对啊 要别啊 你们坐吧 坐吧 坐坐坐 哎呦 你坐那边 不要这样 我想要坐小半个 来 坐够啊 移毛这里 我坐这里好了 好 没有头发 乱乱了咧 乱乱了 对啊 小五 我做没有你摸摸头头发 你帮你摸啊 小孩子长啊 我们就老了 那怎么办 那婆婆 待会儿又帮你弄 那个明天用的造型 好 那我会很漂亮 我会很漂亮 我今天会帮外婆做造型 是因为 她明天有个健康饮食的分享会 她想说 难得有个分享会 就来帮她做一些 比较特别一点的 好 那明天就分享会 那我们就弄一个 比较特别一点的发型 好啊 我这发型能变什么 你跟我讲 不用变太多啊 不用变太多啊 好 先弄头发 要不要梳着 有啊 要梳着 我这次用帕用造型是 已经有先上好 因为外婆其实很多 有没有说爆纹的衣服 动物花纹 然后想说 爆纹好像是最常看见她穿的一种 动物花纹 就想说这次以爆纹为主题 可是因为头发 比较没有办法 因为刚剪过 然后头发就有点自然卷 所以没办法再帮她用烫 所以就帮她放个发带 让她变得比较特别 她的指甲 那什么 好来 这个我喜欢 因为之前就有说过 要帮她弄指甲彩绘 然后这次指甲彩绘 也是爆纹系列的 好 拿一只手 漂亮 这不用等干就可以直接握起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以为还等干 不早讲 她帮我做造型是讲很久了 都没空回来 我说我也没空过去 我就说好 利用这个姿势机会 给我彩绘那个指甲 我说还会 还不错 彩绘到那么好 我很干 很安慰 很干 要不然我很爱漂亮 哈啰 小哥 看看有没有 很漂亮 你吃饭了吗 吃了吃了 吃了 我叫曾启伟 今年刚十八岁 我现在家里就 妈妈妹妹和我住在台北 好 我的兴趣就是画图 然后学来运动 今天回来桃园 是为了准备 外婆明天有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分享会 对啊 然后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先做个准备 好漂亮 姐姐帮我弄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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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早咧 笑死人 好 你喜欢这个 你坐中间 坐边去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坐中间好了 好 好 我希望帮你做一张海豹 好 你平常 都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给我们吃 你最喜欢吃什么 你说的 酱油鱼 还有呢 然后炒高丽菜 半壳汤 香菇鸡汤 那我们就用这几道来 当做海豹的主题 好 好 那我们先 来设计一下 海豹 最主要就是 希望用 绘画 然后做一个海豹 来 呈现这几道菜的 制作过程 然后食材 然后我希望在后面外婆 可以写一个 她做菜的心得 这样子 然后 让大家 可以了解外婆的做菜心情 或者一些背景 这样 最健康啊 健康一定有 不由啊 好了 嗯 怎么样 好 还有呢 然后这边再摆食材啊 嗯 名称写上去 名称 对 呃 我刚才念的 对啊 我还不知道海豹 她要做哪一方面的海豹 她原来是要给我 我 弄到健康食谱的菜 我就弄两三道 看她怎么弄 我还要看 做菜的 过程 过程 ok 就是这道菜 你要从那 怎样开始 然后再做完 好 第一步我就是 那个洋葱 切好 葱凉水 洗了以后再泡 泡 泡 热的 冷的 泡水的 第二步 这样子 第二次 第二个就是 木耳切丝 这次格格化海豹 我是帮她 记录外婆讲的一些重要的食材 以及步骤 然后就帮忙代打 帮外婆写字 切丝 对 这个是高鲤菜 先看第一道菜 木若 好吃 是水布 她竟然不吃 我也没想 小 中国 中国 中国比较好 小吃 二十 搭火二十分钟 好 对 对 那个 这个类似不要 好 我以前很少帮外婆做菜 顶多是在旁边看一下 她吃一下她做的菜 因为其实外婆很少让我们进厨房帮忙 我今天觉得难得可以帮外婆 还感觉还挺开心的 然后也很新鲜的体验 因为第一次在外婆 有外婆在厨房里面做菜 拿着那边蒜 再来挑这个 我大女儿思想我煮的那么多菜 她要跟我照那个像起来 她想妈你可以出 书书 这个真供糖尿病的人吃的东西 是最好的 我就说可以吗 她想可以 她想你写出来 刚好碰到她的朋友 有机会 刚好这个机会给我 我就来这样讲 心情也会紧张啊 我第一次嘛 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第一次 可是我还是要 好的还是大家分享一下吧 每天就做两三道菜 尝试尝试 我是郭雪原的小华 今天很开心 我们邀请到郭奶奶 来跟我示范 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料理 那今天我们就来请教奶奶 我们今天准备的料理有哪些呢 因为常常吃外婆料理 就觉得很酷 因为常常吃外婆料理 就觉得很酷 我觉得外婆料理绝对可以让大家觉得赞叹 好 我是郭雪原的小华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郭奶奶来跟我们示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的料理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郭奶奶 大概三十多年对不对 三十二年了 那我们奶奶为什么她今天会准备这么多的东西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郭奶奶 那今天我们就来请教奶奶我们今天准备的料理有哪些呢 我今天准备一个是卤牛肉 牛肉可以 我又滷一点豆干了 豆干 还有杏鲍菇 杏鲍菇 我再滷清蒸鱼 清蒸鱼 凉拌菜 凉拌菜 太好了 那我们奶奶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好 谢谢 来 抹盐 抹 我这个锅子 这个牛肉我是家里洗过的你知道 先处理过了就对 对 我有稍微碳一下 OK 我很操 就先把滷牛肉的过程 放什么东西 简单的一点东西 这样放下去 加一点酱油 一点盐 就这样就可以了 他们就问的过程是说 要弄多少酱油 他们一般都倒很多酱油 偶偶才好吃 其实不是 健康不是这样 就是你酱油一碗 冷开水一点 温开水一碗 这样放下去就差不多了 盖锅那个牛肉 瓦斯火先滚一下再拿电锅 滚两刀 瓦斯火滚两次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就是做凉拌菜的第一道 我这个菜都有烫好的 可以生吃的 我们就稍微慢一点放就可以了 我们黄瓜是要当场先切 好 甜椒也要当场先切 是 吃辣的人就放 辣比较好辣 糖尿病的人 我们甜的不能吃 辣的总是可以控制它了 对不对 甜的不能吃 那一段凉拌菜 那是真的是好吃 那个是自己想啦 铺几层嘛 像千层蛋糕一样 我能铺几层是几层 这样子 铺下去就想办法 一个辣 我们是吃辣嘛 我们不吃甜吃辣 吃酸 所以我就想办法 就用 柠檬醋 醋还是要泡过那个大蒜醋 那个味道比较好 它里面还有大蒜味嘛 然后我们再多一些辣椒 多一些大蒜 都放一点点葱花就好 它上面再铺一点青菜 那个香菜 到最后要吃的之前 才连上去 萱萱 你是小助手哦 对 哇 不错啊 你平常有在帮奶奶做菜吗 没有 没有啊 她是我外孙 哦 外孙 是 那薇薇呢 薇薇你平常有没有 常常吃奶奶做的料理 哦 有啊 有啊 放假回去就会 要吃什么什么都会讲的 这么幸福 你最喜欢吃什么 酱油鱼啊 酱油鱼 所以你喜欢吃鱼 是啊 哇 所以就是 多得很 什么 多得很 多得很 还有什么呢 萱萱喜欢吃什么 鱼 滷牛肉 滷牛肉 今天的经典 对 然后 好了吗 快 第三道做法 鱼嘛 鱼就是 也不要放什么 人家一般放酒啊 放什么 我对酒我就很反感 我一点酒都不行 然后就是涂一点点盐吧 一点点就好 然后呢 放姜片啊 蒜啊 或是葱段啊 放下去蒸 蒸过以后 把那些东西夹掉 我们是另外多一些 对不对 把它的汁拿起来 先把那些料放下去 然后再汁再重回合去 就这样吃就好了 对 怎么讲色香味 这个也没有放那些东西 但是我说的是好看 天然的这香味 对 发现呢 奶奶你那个顺序啊 真的不是一般的规则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有没有 我们的认定是说 姜要先下去 有 奶奶要先下去 这个嫩姜啦 嫩姜 就是吃它一个味道 味道哦 甜椒也不要炒太久 好 虾子我也烫过了 好 就很简单的 我们这个虾子有先烫过了吗 都有 这个 擦干 拿走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有人听她讲 她做菜的过程 还有为什么她会开始学做菜 所以觉得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觉得很开心 这次的分享会印象最深的就是 外婆做到一半就有人说 好香哦 可以吃吗 她今天表现得还挺好的 我觉得 一开始还会怕 她外婆不太敢说 因为她不常碰到这种场面 但没想到这样效果还不错 大家都有跟外婆交流 我有知道奶奶的话 就是说她在做菜 她非常的用心 因为其实她本身的话 也有在研究 研究说什么菜 来对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是有帮助的 先吃两半 好 先吃两半 然后吃鱼 对 吃鱼肉 好 那其他的就随意 就随意 对不对 好 好 太好了 就是怕她做出来 这是不好吃 我们吃的口味 不见得跟别人都一样啊 那人家说不同 这个不同的意见 也是应该的了 做出来以后啊 我看到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个菜 我想她也很高兴 我跟她一样啊 她做的好就是我做的 就是我的好啊 是吧 不是光我说的好 大家说的好才可以 只是自己讲的好 不太好意思 不是也不错了 哎呀 今天太开心了 我们请到了奶奶到我们这边 来给我们示范的糖尿病患者 还有所有人都可以用的餐啊 今天大家吃得开不开心 开心 太棒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奶奶 今天带来这么多这么棒的料理啊 不会啦 真的啊 那我们就鼓掌 谢谢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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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家尽量的用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奶奶交流 对不对 跟你请教对不对 对啊 太好了 OK 好 因为我平常在炒菜的时候也是用水炒 可是我最后我还会淋一点香油 这是我今天跟奶奶做的不太一样的地方 会再加一点点香油 对对对 在滷牛肉方面 我觉得奶奶很好就是她用洋葱 洋葱完全就是代替那些糖 或者是 而且我觉得她酱油放的比较少 酱油像我们的话 一般酱油我们会放的比较多一点 对对 有时候会稍微咸一点 那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吃得出原味 咸一点洋葱再放一个 它就防甜 哦 是哦 对 而且她不同的做法是我们都会洋葱切丝 对对 会把它切开 可是她这样我觉得也蛮好的 我们回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我觉得把胃提出来这样很好 对对对 奶奶她都没有放糖 可是吃起来却有一股天然的甜味 然后感觉很棒 嗯 很清爽 嗯 很夏天的感觉 很夏天哦 对啊 因为现在实在太热了 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 然后有几位观众 感觉也是好像对料理蛮有研究的这样 怕会有不同的意见啊 虽然这是一种新学习 但是还是会怕对方不习惯这样 不过看到最后大家就还蛮踊跃的发问 然后又有跟外婆在私底下讨论一些食材啊 或者是家人的互动这样 我觉得这样很棒 大概可以85分到90分吧 我觉得今天大家的互动都还算不错 对啊 我反而觉得自己分数不会太高 然后因为感觉都没做到什么事情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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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的 你們又乖 對不對 老婆很喜歡 那你覺得這次怎麼樣 這次辦了分享會的面 大家這樣吃得很高興 我 我也很快 我看你跟他們分享 對 分享得很 我就很 很高興 很興奮 因為今天18歲了 對 要上大學了 上八十了 我們先生要上高中了 今天我們帶你去一個地方 好 帶你去一個地方玩一下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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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你去就知道了 不跟你講秘密 帶你去就要帶了 好啊 好啊 一開始 到那的時候 我以爲是 只是一個普通的教育館 然後看看森林生態的一些 結果沒想到 看到後面有一大塊草皮 我妹妹還有猜想說 是不是要划草之類的 對啊 結果沒想到是這麼刺激 這麼特別的活動 歡迎你們來到 台灣外在家的行為 你好 你好 我是培竹 我是培竹 你好 我知道今天就是哥哥跟妹妹 要準備從學校畢業了 對 已經畢業了 已經畢業了 對 然後就是我們希望就是 讓你們稍微了解一下 從一個舒適圈 跳脫到另外一個新的舒適圈的時候 去擴展它需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好不好 那我們去看一下 好 好嗎 謝謝你 能否聞到一股一股青草的那個味道 會喜歡這個味道 因為我們今天剛好正在除草 所以那個草的味道很清新 對啊 一開始到那的時候 我以為是 就只是一個普通的教育館 然後看看森林生態的一些 因為我沒想到 一看到後面有一大塊草皮 我妹妹還有猜想說 是不是要滑草之類的 對啊 沒有沒想到是這麼刺激 這麼特別的活動 你就到現場就覺得 我該不會要玩這個吧 在這個繩索場 這個繩索場是全亞洲最大的單體繩索場 那這個繩索場 你本身你可以看得到 它現在那邊有一位挑戰者 已經正在挑戰中 那它是在很安全的環境下 在操作這些繩索的設施 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來感覺是在戶外做挑戰的過程 對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稍微做一些體驗 那可以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這個活動的過程 那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真正的跳脫舒適圈 這樣OK嗎 那等一下緊張嗎 不會勒 不會緊張 興奮 我也不知道緊張 真的 好 我們進去拿一下 越刺激越好 可是爬子拿得到 然後補在一個身體 這是我們在穿的吊帶 那 哥哥可能不用穿到這個 來 妹妹跟哥哥都穿這個 然後 你大概幾條 我 我滿小的 二十幾吧 然後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拿出去 我們教你們怎麼穿 好不好 好 高空繩索 是是 我有看過 以前很早的時候 我就有看人家弄 我還沒有走過 以前我只是一直想要玩 元宵飛車 玩飯桌 我想到哪裡 我要去自由落體 對 有時候是到哪裡 到哪裡 教練說這個活動是讓我們離開平時舒適的環境 就是挑戰自我 看到那個情景的時候 心裡一般是興奮 因為個人也很喜歡刺激的東西 一般又想到 雖然外婆喜歡 嘗試特別刺激的東西 但是不知道這種 她能不能夠 對 去適應 我爬這邊 我爬這邊 你從這邊上 我從這邊上 對 她是要帶 伯婆現在伯婆 這裡有 那她就不用 哇 哇 哇 你只要這一個 最乾的嗎 哈哈 哈哈 然後你要先穿衣服嗎 哈哈 準備攀燈 然後你們兩個要互相看一下 看是不是確定 該細的都細了 好 確保完成 開始攀燈 請攀燈 阿嬤也可以上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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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阿嬤也可以上秀了 然後先準備攀燈 準備攀燈 準備攀燈 你也想爬上去啊 她也想爬上去 哈哈哈哈 高興喔 我跟我 繩子 高興得很 我終於跟你合作過 你就放出膽子的力量 你就可以抓住那個東西 就一直往上爬就好啦 爬上去你就繩子刷手手 你眼睛就要看 對那個繩子離你多遠 差不多怎麼才放手抓那條繩子 就可以一直拉過去 走到第二條換我 好 哥哥可以開始過來了 不然阿嬤很難過得了前面這一關 我們第一活動就是 一樣是攀繩索 然後到上方的一個攀繩 然後需要我跟外婆 從兩個方向 就是面對面的這樣走過來 我覺得這是一種 我跟外婆的 互相合作的一種 一種訓練吧 對 也是培養彼此的信任感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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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趴上去 那個應該有十公尺多吧 對啊 從上面看 看起來是 滿高的啦 但是 我跟外婆 對應這種高度都是 沒什麼問題的 對 對 你連勾不勾得到那個傘子 有什麼問題 OK 幫忙幫忙 幫忙 幫忙 我們要交叉兩個那麼大 然後我這樣踩過來就很好了 後來她腳長嘛 就踩過來這樣子 感覺算是 這個活動的一個目的 有達成了 有 對 因為在上去之前很怕 連交叉都沒有辦法 對 奶奶加油 呃 火箱 火箱 你轉到另外一邊 謝謝 小心 對 快放掉了 火箱可以放掉了 加油 加油 我的怎麼會撞 好棒喔 加油 加油 奶奶好棒喔 下來之後 當然都是 腳踏實地的最好 對啊 不過 對啊 我就一下就去問外婆 欸 那個剛剛上面感覺怎麼樣啊 然後外婆也覺得很好玩這樣子 很刺激 就沒體驗過 我們兩個都覺得很棒這樣 所以實際上其實想像中 跟那個 實際做上也一樣 對 那這個是不是跟你們 就是生活中實際上 是不是有一些感覺是一樣的 對不對 生活上也是有一些事情 也是像這樣 對 對啊 擔心好像做不著 實際做好像 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去做另外一個 讓妹妹體驗一下 好 好不好 往上爬吧 看他們玩的時候就覺得 哇 好高喔 他們怎麼上去了 梯子一拿掉就突然覺得 有點 有點恐怖了 然後升到應該也沒有很高的地方 去直接鎖停 在上面 猶豫了很久 才把繩子鬆開 還好嗎 害怕 還可以嗎 有一點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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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 又哭了 我就抱到他了 很可愛 但我還是顧慮他 他那個做漢族 心疼歸心疼 就小孩子不訓練不行了 對吧 沒有單單兩出去 跟人家講話都不敢講 那就不行了 不能做事 等一下跳的時候幫我拍 好不好 那記得到了上面的時候 說出你的願望 大聲一點 不然我們會聽不到 好 然後再跳出去 好 好 鼓起勇氣 我最後做的那個挑戰就是 他應該是18公尺高的一個木桿 對 然後 開始往上爬 爬爬爬 因為目的就是要抓前面的那根 嗯 桿子 對啊 但又怕自己抓不到 這樣子 所以有點想挑戰 但是 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 哇 曾崎偉 我要保護自然環境 一 二 三 哇 差一點 我就講差一點 我就大聲叫著名字 然後 跟世界說 我要保護這個世界的 地球環境 雖然 差一點點 有碰到那根桿子沒有抓到 不過 我覺得 能往下跳 就象徵一種前進 對 對 今天的這項活動啊 對外婆來說 嗯 真的小意思啊 所以 在明天 嗯 希望給外婆一個 更大的刺激 更大的挑戰 好可怕 今天就一個 嗯 驚喜 我們一起的心情 帶了外公外婆還有妹妹 帶了外公外婆還有妹妹 去了萬里的一個 滑心傘的一個地方 來了 歡迎歡迎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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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你們都第一次到這邊來嗎 對 風景怎麼樣 很漂亮 讚喔 過來過來跟我來 給你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那個教練還滿風趣的 其實他就講了一些安全規定 但也沒有講太多我們要如何操作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不會 對 不會用到 我姓野 野色羅野 我叫野馬教練 我在這邊工作了27年了 我是我們台灣第二屆世界盃的國手 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飛過外里長城的 唉 很臭屁喔 但是人總要臭屁的時候嘛 屁一屁嘛對不對 先飛而已 沒有什麼了不起啦 欸 其實喔 飛行常識運動喔 它沒有什麼很大的限制 你知道嗎 所以那風小的時候 小孩子大概三歲就可以飛了 我們也在過八十幾歲的這個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 只要風況良老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安全的運動 來 這裡有幾個劉絕六圍 劉絕六圍 那個口袋東西要拿出來 口袋東西拿出來 因為會掉 好 好 你穿這個我現在拿兩個過來 穿這個嘴而已 這樣子 好 那也不會 你帶第一次的比較可愛好不好 好嗎 太大聲 我帶你去穿一下 好 那我再幫你穿 我帶你穿一下 可以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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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穿一下 好 穿一下 好 來 好 阿嬤來 好 站起來跑 不要蹲了 好 好 好 漂亮 對 風涼涼的 很適合 教練就說 你的運氣怎麼這麼好 這風那麼涼 天氣又這樣子 給你那個 我說是啊 好 大家好運 好 大家好運 多一點 來 妹妹跑 很好 很好 呦呼 出去了 從那裡伸自己 在跑出去的一瞬間 感覺就是 哇 真的飛起來了 就是不是搭飛機的那種 是自己在 就是真的是碰到空氣 因為你比較好飛 在上面就是 感覺有風在吹 然後 就是坐在天空中的感覺 因為在飛行傘上面 是坐著的 然後那邊感覺 坐在天空中 然後開始下降 好 好 好 來 往前衝 加速 來 下一個 一上去天空 就 對啊 前面 一望無際的海 然後 有時候盤旋回來 又感覺可以摸到 山上的一些樹頂啊 之類的 對 然後有看到一些不同的建築物 還有沙灘上遊玩的人 感覺是一個輕鬆的享受 然後看到底下的人 跟我們揮手 就 對 也有一種 莫名的興奮感 然後也會跟他們揮手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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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喔 好玩喔 很舒服 玩到有一半 好玩 他飛得比較久 對 那個是全員 對 這個 他踩得住嗎 他踩得住嗎 他踩得住 不錯 不錯 很棒 謝謝 一二三 謝謝 抱一抱 沒事 沒有關係 不要下去 來 一二三 一二三 耶 看到外公外婆 然後在一起 這麼多年 然後 感情一樣 這麼好 然後我們家人 也是一樣都很和樂 然後可以幫助外婆 完成這個分享會 我覺得這對她來說 蠻重要的 然後又可以跟家人 一起挑戰一些刺激的活動啊 攀繩索 跳傘 對 嗯 我覺得 這三天應該算 非常圓滿 也是一個 很棒很棒的回憶 因為平時真的很少 能夠跟外婆玩 哥哥功課也還挺多的 也很少陪我 陪我玩 所以覺得 這次可以一起體驗 就是在國內 不是出國去的人 也覺得 還挺開心的 當然開心 開心 我是 在私下 我講了 我這幾天 我很疲勞啊 這年齡大了 就是不行 跟不上 你知道嗎 但是很高興 好久沒有聚在一起 聚了兩三天 好高興喔 藉這個機會 好好 很滿意 很滿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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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